哈囉 導遊頻道 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 威迪英雄學院最強英雄啦 這邊目前來說 我們這邊只要每天登錄都可以取得 這一賽活動的抽獎券 現在登錄第四天就可以領到三張 所以今天歐爾麥克這邊 券券持續累積當中 我們大概過個幾天再來抽一下 因為目前還不夠實抽啦 英雄幣這邊 我也在努力就是 把他往上提升一下喔 因為基本上只要抽60回 就一定可以把一隻歐爾麥克帶回家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是有保底機制的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這樣概念 那目前來說最近的話 因為我們的競技場重啟賽季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在打競技場 但是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打好不好 目前來說我覺得 要在前10名這邊走跳 已經算是還蠻危險的 就是還蠻危急的啦 就是沒有做那麼好打 而且加上因為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是看到老師滿天飛嘛 所以蛇平的那個 之前第一賽季就是比較強的角色 就是800萬百喔 就是可能不太那麼好用了 沒有說那麼好打老師啊 那待會會有一些影片來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800萬百 為什麼沒有辦法那麼好的打老師喔 然後看一下就是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戰法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都一直擠在我們這個第五名啦 然後你看喔 昨天基本上已經經過了兩次的打排位戰了 但是我還是在傳奇英雄世界 就知道其實我一直在輸輸贏贏啦 所以沒有這麼簡單可以打上去喔 所以現在第二個賽季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變得還蠻厲害的喔 所以這邊還在努力練習一些角色啦 我覺得之後除了一些其他的角色的話 就是競技場一定會變得更豐富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期待一下喔 那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們也有遇到CYY喔 這個之後的話有一些CYY的對戰影片的話 也會放給大家看 他這真的還蠻厲害的喔 這真的還蠻厲害的喔 然後前面的這幾個人的話 也都是還蠻有實力的 現在登上版上的這些人 絕對就是 真正很會打那個就是競技場的玩家喔 因為競技場的話真的是 只論實力啦好不好 除非有一些BUG的存在 但是目前來說看起來好像還沒有任何的BUG存在 所以大家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要打還蠻那個 還蠻怎麼說呢 還蠻那個 還蠻那個什麼 還蠻公平的啦好不好 好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 八百萬百 為什麼那麼難打老師 昨天基本上我打了超級無敵多場了 因為現在十二點跟晚上八點的話 這邊都會去打我們的排位賽喔 我們先去換一個那個 比較好聽的那個 背景音樂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關的這個 禮物麥克風的音樂 沒這麼好聽喔 然後換在這邊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不是啊我待會要把這個切掉喔 我在放什麼音樂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片段喔 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 八百萬百好不好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難打老師啊 我是覺得真的是 有點困難好不好 真的是有點困難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來 來來來來來 那這一場的話基本上的話呢 先看看看一下我們的畫面喔 這場是我們的那個老師綠谷跟八百萬百 我有選八百萬百 那對面是老師跟那個立志 還有我們的那個切倒 那待會大家就會看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八百萬百其實蠻難打我們老師 因為老師會飛來飛去啊 自己看一下喔 那現在大家基本上 競技場每一個人 他們十之八九 不離十全部都是 槍者老師開局 不然就是綠谷好不好 然後老師的這個那個 手禮劍是非常非常麻煩 有沒有看到我們身上 有那個黑黑的霧在腰那邊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們踩到了這個 這個手禮劍 然後你看我踩到手禮劍的話 我就會被中斷一些招式 所以其實我 我可以很很很就是 你看這個根本很難捅老師 因為老師會飛來飛去 那八百萬百原本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八百萬百他會有那個 他會有一個就是比較長的攻擊距離啊 因為他用矛嘛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基本上 我們就是用綠谷先把他那個就是 二段的就是那個就是 閃身先打出來 然後直接用我們就是那個QQ來打他喔 那這邊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那個老師啊 我真的其實沒有說玩的非常非常厲害 只是這隻角色真的就是 比較好操控一點點 但是我其實真的是沒有這麼厲害喔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會看到 其實我老師是略訓別人一籌的 因為我比較會玩的是八百萬百啦 那八百萬百 基本上的話我們這邊 你看這邊 我們只要不是老師的 我們都可以就是好好的克制應付到 所以基本上我最近應該會再練一下 就是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用就是我另外兩隻好好的打老師 然後把敵人的老師打爆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切回我們的那個八百萬百 因為我原本就是用八百萬百在打排位的嘛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八百萬百算蠻重要的 而且雖然命其實我覺得現在來說 Meta來說的話除了老師以外啊 像歷日還是一樣非常非常噁心喔 因為會飛在天上的人真的是 比較麻煩一點點 八百萬百我真的就是玩得非常熟練有沒有 這邊不是老師的角色 我基本上就是好好的給他捅起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比較麻煩就是 老師的話呢我八百萬百該怎麼打 因為其實我覺得八百萬百算是 有被老師嗑到的感覺 因為你看他現在目前來說 他之前第一賽季則平會比較好爬的原因 就是因為八百萬百他的手非常長喔 而且再加上他手長以外的話呢 他還有就是砲塔可以用 但是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大家基本上選角來說都是選老師嘛 綠谷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這邊放了一個八百萬百過來的話 就等於我們沒有什麼太多的角色可以 克制我們的歷日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麻煩一點 像剛剛出來飛在天上的話 我真的就是沒有什麼辦法 我也只能就是一直不斷的切換角色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那個角色那個就是 選擇性就很重要啦 就是看大家要拋棄哪些角色來打 一些東西 那如果你要打比較就是那個 保險的話大概基本上大家基本上用的都是那個 綠谷吧 綠谷或是切倒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看大家如何去選擇 綠谷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你只要抓到實際的話 你就可以QQ 而且是每一隻角色都可以被他打 像我上一次基本上 我們打那個歐爾麥特的時候 我也是用他喔 但是你看這邊的話我們就很慘 呵呵 歷日真的是很誇張好不好 飛下來再飛上去 但很明顯因為其實我前一段時間 這邊真的是比較少打競技場啦 所以我的那個技巧就略訓別人很多仇喔 你看這邊真的是很可惜啊 有時候我還是抓不到他 抓不太到他的那個整體的那個就是 技能吃早時間 因為像我們剛剛已經把他的二段打掉之後的話 我們要QQ過去 但是直接被老師就是用了一波喔 老師真的是一個還蠻麻煩的存在 因為他的那個手禮劍啊 踩到之後會讓你就是 身上那個腰部那邊有黑黑的東西 那個的話你會持續扣血喔 那持續扣血的話基本上你會很難受這樣子感覺喔 而且你踩到手禮劍還會斷招啦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 你看我這一出來就直接踩到那個手禮劍 超衰喔 這邊直接順開 那這邊就看得到800萬為什麼那麼難打我們老師了 這邊直接順走 而且再加上他還有第二招的順技喔 所以800萬根本就捅不到老師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用800萬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是要用其他角色來輔助他 就是不能讓800萬一個角色輕鬆打這樣子喔 你看老師這邊的話 直接抓到一個combo直接把我們接死 但是好險他這邊切換了那個切倒了 有時候切換角色沒有控好的話 基本上其實會給我們還蠻大的一個機會的 也就是沒有說那麼的好打 這邊基本上我們準備要被接死了好不好 對 就直接被接死了 你看我原本我是有那個獲勝的喔 然後這邊的話會斷訓的原因 是因為我氣到直接拍桌子 所以才會斷畫面 所以大家會看到有一些就是Lag的部分 或是拍桌的地方的話 我就真的是很生氣啊 經濟場真的是會打到來氣你知道嗎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800萬的一些用法喔 基本上只要把他的那個老師啊 先解決掉之後喔 先把老師解決掉之後 基本上我的800萬擺 基本上還算是可以捅還蠻多人的啦 你看這邊的話很難抓到老師 因為老師的第二型態就是可以在天中上飄來飄去 那其實是非常難抓的喔 所以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以前來說800萬擺是 我覺得真的是Meta角啦 因為他真的就是 真的就很厲害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看到對面用栗日 我們也換栗日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栗日跟綠谷比的話我覺得 還是綠谷優秀一點點 因為畢竟有一個突進招式嘛 那栗日的話就是在天上 但是我覺得也是蠻多人會帶上那個 長岸啊或是那個交洞啊之類的 你看這邊打到老師第二的那個型態之後 他會先順身 所以這邊根本就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用長矛捅他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的800萬擺就很辛苦 你看有沒有這邊就 你看又順走了 以前捅這些角色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給他們順的 所以代表就是香捨啊 老師真的是還蠻克就是800萬擺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只能先用其他角色 先來打一下老師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最近應該會嘗試一下 就是綠谷跟老師的組合 先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用這樣子 用這兩隻先把別人老師先解決 那他們換其他隻角色的時候呢 我們再換那個800萬擺來打一下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角色就是歐爾麥特 歐爾麥特我們上次打的時候也是覺得 好像有點困難這樣子喔 而且說真的我除了800萬擺以外喔 我其他隻角色真的都沒有玩得比別人還要強 所以這才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角色還是要練啦 因為你每一個Meta 你適不適合這隻角色的話都不一定喔 因為像我們的800萬擺 我一直都是用他在一穿三的 所以我們這邊習慣了之後 如果你要換一些其他角色 像我最近都在練老師 但是我老師也沒有說練得非常非常好喔 所以這邊我們看 不是老師的角色我們都可以輕鬆的捅啦 那這邊對面是800萬擺 給大家看一下 對面如果是800萬擺的話 其實你用老師是相對真的很好打他的 因為你都已經知道他就是用長矛嘛 那你長矛過來的話 基本上也沒有那麼難去應付 你就老師順身過去打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開始我這邊是先用立日的隕石 先砸老師啦 看一下能不能消他一些血量 我真的覺得老師真的是很強 但是不是真的沒有機會 就是你不能隨隨便便就是亂叩召啦 真的是不能亂叩召 你綠谷的話真的就是要等他 打到他之後先用smarsh先用他 但是你用smarsh用他的話就代表什麼 你知道嗎 你一定會少一段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先過去QQ QQ完之後smarsh再接QQ嘛 但是如果你是用smarsh先測試老師的話呢 你就會變成怎樣 你就會變成你沒有辦法再接一套QQ給老師喔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可能QQ接完之後 你可能就是要再換其他的角色 你也可以用老師來打老師這樣子 那交動也是很強啦 交動這邊感覺會接也是非常厲害這樣子 但是綠谷的話你看這邊的話 其實綠谷就真的非常厲害 就是用QQ現在去消別的血量 然後再QQ 這樣一打下去基本上就已經半血了 所以我覺得綠谷的話應該算是那個 必帶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這樣可以直接消到那個欸 消到一半的血量 那你其他的話可以再用那個老師收割啊 或是用一下我們的八百萬百啊 所以還在練 但是其實我說真的 因為傳奇賽場現在的鬼怪太多了 大家都太強了你知道嗎 所以要練是真的要練到非常非常精啦 就是大家不會給你太多的機會 那一接到就直接給你死 你看像這樣子一樣 有沒有 大家都真的是超會接的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好不好 你看 這就是 傳奇賽場的威力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覺得那個 傳奇賽場已經像我當初在打 那個最強英雄的那個決賽一樣了 沒有這麼好打喔 然後大家抓到一個機會的話 就會把你往十一打這樣子喔 這邊的話你看 他換八百萬百百還是給我機會喔 因為八百萬百說真的 他其實不適合打一些突進級的角色 比如說綠谷啊 或是老師都不適合打 因為像我以前的話 因為現在沒有老師嘛 以前我打法的話 通常都是他換綠谷的時候 我就放那個 立日 在天上飛 那其實我就是一直這樣消磨 那他就會換切倒 那我就會換八百萬百這樣子感覺喔 然後這一場的話 我有很多的那個 我有很多的那個操作沒有操作得好啦 好這邊的話我剛剛是死掉了 你看這邊我只要順身過去 八百萬百根本就用不到我 你看這邊連續兩個失誤 然後直接海撩撩 超可憐好不好 我們這邊連續的千萬角色沒切好 因為他那個無敵時間沒算好啦 所以我就沒有接到三連技就很隨 你看 像我直接只剩下一隻老師喔 但是你看因為八百萬百的關係 他根本就打不到我 所以我等於現在可以利用一些招式可以一穿三 而且他剛剛捅到我的時候我是第二型態嘛 所以我會往後退身然後過去捅他 他根本就沒辦法打我 那加上他的那個老師其實血量已經被我們耗的非常少了 所以現在的話我們只要好好花一點時間來打他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我們雙邊都中了那個腰間的那個就是流血型態啦 然後他就會慢慢的流血而死 這個也真的很麻煩 因為你可以先用老師先讓對方流血 然後流血完畢之後對不對 然後再用那個就是其他的角色來搜圖就這樣子 就被老師接到就是準備一套了喔 所以老師真的還是非常非常厲害這樣感覺喔 好 沒有問題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八百萬百的那個啦 從聖摔到殞落啦 因為我之前真的是用八百萬百在爬我們的排位賽 但是現在比較難打上去的原因就是因為真的是 八百萬百其實不太適合打老師 但是他很適合打其他的角色 所以到時候我還是在研究 研究一下如何用兩隻角色把對面的老師給他換掉喔 然後就是要不然就是讓自己的老師的技巧再更成熟一點點 應該就有那麼有一點機會啦好不好 那我就覺得競技場遊戲基本上都是這樣子啦 每一次都會有一些Meta角色 就是會有一些比較適合在場上的角色 因為大家玩那個角色玩很多嘛 那對他相剋的角色當然就會比較強一點點嘛對不對 那大家都在玩老師的話那當然就是切倒啊 或是交動啊或是綠谷這種比較能夠克制老師的角色 那當然就是首選嘛對不對 但是也不見得你沒辦法用其他隻角色來打他 因為這就是競技場 你只要技術比別人純熟 你只要能夠接到別人把別人接死好不好 勝利就是你的 你只要贏好不好 一切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 競技場的夥伴們我們繼續加油喔 那最近這邊還是會一直瘋狂打我們競技場啊 如果有一些有趣的片段的話 會再來拍給大家分享的囉好不好 那麼請選網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